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这是开运加强定 对 在六点 这个小单元呢 我们会不定时地请 大师们来为观众朋友解惑 为大家来加强开运 要怎么加强 就是说你若是谁来 对吗 我们就可能针对你这个 故事的内容 你清新发生的内容 请大师来帮你解惑 对 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的老师呢 是我们李玉霏老师 你好 阿美大老师 你好 是 今天来信的这位观众朋友 是一位人妻 她发生什么事 她就永远搞不懂婆婆 本来大家跟媳妇 当时大战七十回 七百回都在战 她都没了解 所以想要请大师为她解惑 说这个婆婆到底喜不喜欢她 这样 来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引言人 是我们的孙翠凤 和她的女儿 昭婷一起来念这位观众朋友 美少女战士 她的来信 来 一起来听听 现在这里有一位美少女战士 她有婆媳的问题 不好意思 她要询问呢 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些名师们 我 好告诉我 我很幸运的 我没有婆媳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要请我们女儿子 替大家说出来 你有婆媳问题 我当然没有 你也没有 好告诉我 来 我们都要和平相助 来 讲一下 命运好好玩的主持人 以及老师们好 我是二十八岁的狮子座 美少女战士 结婚五年 生了一个女儿 常常搞不清楚 五十六岁的双子座婆婆想法 好几次婆婆跟我提出想法 认真与她讨论 我就会开始想办法处理 但她永远不满意我 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个媳妇呢 像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女儿都是婆婆带的 有一天婆婆跟我说 孩子长大了 衣服可能 甚没几件能穿 我认真的问 真的吗 婆婆认真的跟我说 对呀 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没衣服咯 爱你心切的我马上到网路 买了五件女儿会喜欢的洋装 买回来以后 婆婆说 买那么多 她还有衣服穿 我直接说 你不是说她没有衣服穿了吗 结果婆婆说 没有啦 还有可以穿的啦 婆婆生日要到了 听到婆婆说想吃火锅 所以我找了几间火锅店 问婆婆想吃哪一间 婆婆说 不用啦 我们在家里 简简单单吃就好 想说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婆婆不想出门 结果生日当天 买了火锅回来家里庆祝 婆婆都臭臭的脸 事后问婆婆才知道 原来婆婆觉得大家只想吵吵了事 没有惊喜 我就觉得很困扰 很怕婆婆把我打进冷宫 永远猜不透双子座婆婆的想法 请命运好好玩的老师们 帮我们指点美少女战事敬上 这个美少女跟你一样的星座 没错 狮子座 对 原来你们狮子座 有这么大的困惑吗 有吗 对 我们希望大家都很好的 一起和平相处 但是婆婆可能跟我一样 想的比较多 买的衣服也会比较多 但是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归给我们的老师们 帮忙解答 听起来这位婆婆真的是反反复复 会让人猜不透心思 辛苦了 美少女战事 到我们这边要请李玉佩老师 帮我们从婆婆的紫薇命牌来分析 这位婆婆真的是属于 会刁难媳妇的性格吗 我只能说老人要红 这个婆婆她的命牌 她是太阴做命 太阴就是月亮 心情本来她就是受到月亮 阴晴圆缺 其实这个婆婆 她内心有非常多的小宇宙 她是属于那种有话不直说 让你去猜的人 她不喜欢直说 对 她就是让你去猜 她就是让你去猜 对 让你去猜 对 然后太阴的女生 她又很斤斤计较 她专门去看那些小事情 她会在小事情上面去挑你的毛病 而且她又有她的一个 她蛮有她的一个洁癖 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如她的意的时候 她可能脸上的表情 也就会摆出来了 所以我刚刚说 为什么会说老人要红呢 太阴心她非常吃这一套 她嘴巴有的时候说 我不要 我不要 你这个乱花钱 其实她越说不要的时候 你还是要给她 你真的说 因为她说不要 而你不给的话 你真的就无形当中 你把她给得罪了 所以有的时候要去猜 太阴人的那种心情 你就是顺着她 然后不见得什么事情 都要照她的意思去做 那她很注意一些小动作 那媳妇就要 特别在小动作上面 小心不要踩到这个婆婆的地雷 她真的她的内心小宇宙很多 你永远都不知道 她下一秒为什么生气 但是基本上这个婆婆心 她非常的善良 她是很会顾家的 她事实上是很善良 很善良 其实有点烦人 她就是啰嗦 对 很啰嗦 很挑剔 简单来讲太阴心的个性 有点像处女座 你用这种标准去看她 就知道了 她不是坏 她没有坏心肠 没有 她人很好 但就是啰嗦 然后注意这些小细节 挑剔 是 这样可以 她不是不好相处 你只要抓到她的这个面膜 其实她是还蛮叫做 那那个什么 说像是买火锅回家庆祝 婆婆却嫌说没有仪式感 这婆婆到底要什么 你甚至按照她的仪式感 照她的仪式去做了 她可能又会说 反正她有一大堆毛病要挑的 出来吃东西 没有卫生 贵到 这洗菜就洗不清洗 我们出来很小 对不对 我觉得要克服这个问题 很简单 对婆婆常常略施小慧 这个火锅当中呢 你就多买一些婆婆爱吃的东西 我就是说等今儿咬的味道 所以那个烈士小慧 不见得就是要很贵重的东西 一些小东西 你就能够打动她的心 虽然说她嘴巴还是说 这个我不喜欢 其实没有 她非常非常受用的 我觉得这个媳妇在个性上面 她虽然是媳妇的个性 我看了一下她的命盘 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她很客气 可是让婆婆会觉得 客气当中其实是有距离的 带着距离感 对 带有一种距离感 你说这位美少女战士 对 有一种距离感 因为她的命格很大 她是紫微天赋的 所以紫微天赋 你说太阴的人 谁的气势强 她的气势很强 所以婆婆跟她在一起 其实婆婆心里也很怕 得罪这个媳妇 本来是婆婆有点委屈 美少女战士 你不要想说告状的就先赢 老师看出来 你比较差 真的 真的 所以她有的时候 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 语气 会给婆婆带来有一些压力 所以劣师小慧 语气和缓一些 其实婆婆是很受用的 别看婆婆的命宫有天葵心 天葵是一个贵人 其实婆婆也是 家里一个贵人的角色 谢谢 真的 谢谢老师帮婆婆洗白 老师讲得真好 美少女战士 你自己要注意 注意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 Amanda老师 这对婆媳的心盘 媳妇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婆婆高兴 除了说刚刚 玉佩老师说的这样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 Amanda老师 这对婆媳的心盘 媳妇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婆婆高兴 除了说刚刚 玉佩老师说的这样 其实刚刚玉佩老师有说 婆婆的这种紫薇的命盘 真的带有处女座的特质 对不对 确实玉佩老师很神准的 她的夕阳心盘当中 婆婆的上身也就是处女座 对 而且婆婆太阳 在双子座 上身处女座 月亮狮子座 所以我们先讲 婆婆的个性当中 她其实确实 她的这种在生活当中 她其实是处处挑剔 可是呢 她的一种出发点 其实是为了这个家庭好 而且这个美少女战士 她自己的心盘 太阳在狮子座 上身在天蝎座 月亮在摩羯座 我得讲 美少女战士 其实你的个性 本质上 你是一个非常真诚 很直接的个性的 可是你有一点点 你自己的坚持 比方说 可能我们每个人 从小都有一个 自己的生活习惯 你嫁到这个家庭来 不是说我们要完全放弃 自己原有的习惯 但是你要去找到一个 平衡点 再来就是 以婆婆的心盘来看 婆婆常常在嘴巴上 你知道就是比较长辈 总是会觉得要节省一点 或者是说 凡事就是不要的 那么爱花钱 但婆婆其实也是内心 是希望得到 我们的一个 一个感谢 或是得到一个 我们的一个 这种关注点的 举例刚前面 这个信件上有说 婆婆跟美少女战士说 你小孩的衣服 好像快要穿不下了 美少女战士的反应 你很直接 因为你是狮子特质 很强的 我马上自己去买 因为婆婆说 小孩衣服穿不下了 我不要让婆婆麻烦 我赶快去买了新的衣服 婆婆又说 没有啊 其实衣服还可以穿一阵子 这个时候怎么做比较好呢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婆婆虽然这样子讲 因为婆婆我们不要忘记 她带有上身处女的色彩 她其实是很乐于帮助我们 做些什么事情的 婆婆其实希望得到一句什么 我建议美少女战士 以后这样说 妈 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你都有注意到 小孩的这个成长 我还好有你 你知道没有你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注意到这一点了 讲实话 美少女战士 我还蛮同情义的 因为我觉得很难讲说 对 其实你要讲 美少女战士的太阳跟水星 都在狮子座 如果我们过去的经验是 美少女战士是一个相对 有点好强的个性 我凡事都自己来做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可是我们忽略了 狮子座也有一个特质是 狮子座很能够赞美别人的 重点是你自己 要有意愿去改变 因为刚刚美少女战士讲 我想要去改变 我跟婆婆之间的互动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你要去多多赞美婆婆 比方说美少女战士说 婆婆生日讲说 生日快到了 我们不要那么浪费 这个简单过就好 所以你又怎么样 狮子的个性 我去买了很多东西回家煮 其实这时候一样的 然后婆婆又说 没有仪式感 对 就啰嗦一下 不是 婆婆 可是你看到 婆婆太阳双子 其实很好搞定的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一样的 妈 我觉得 你看你怎么有这么好的婆婆 都为我们着想 不用麻烦我们 但我觉得你的生日 一年只有一次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好好的庆祝一下 你这一年来为我们 做了那么多的付出 沟通的方式 沟通的方式 表达的技巧 真的是要技巧 就是说小事情 你都要把她说得热热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讲 你试看看好不好 给我们一点机会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跟婆婆一个互动机会 你去试看看 这样做三个月 我保证你跟婆婆之间的互动 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的 好 谢谢阿曼大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来来 我们感谢老师的指点迷津 但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要注意咯 有人生的问题 想求大师解惑吗 不管是感情 事业 或者健康等等 欢迎上回命运好好玩 官方脸书粉丝团 查询详情 就有机会让大师 大咖的明星帮你代言 大师为您解惑 谢谢老师